澳大利亚的服务行业 现在在疫情的冲击下到底有多难 顾客担心疫情不来了 顾客不怕了 员工确诊了 员工病好了 顾客密接来不了了 顾客没事了 员工回国不回来了 大家好 我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从事服务行业的小北 当然啊 虽然以上是一些玩笑式的排比啊 当然我们未来面临的难处 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 我相信也包括后疫情时代的一些改变 一家经营了12年的媒体店 现在因为缺员工 我们周一周二周三都只有一个人上班 据说从下个月开始 我还要被迫到我老公的烤肉店去上班 因为已经没有员工了 现在是早上8点半 然后我们今天是9点钟开工 这个车库呢 前面是有个大铁门 我现在把铁门打开 然后准备开始上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马路 其实这个呢 也是现在澳洲小生意有一些困难的一个原因 这边人真的很少 大家看到就是没有人 就只有车 你看我拍摄这么长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我后面你看不到什么人 对吧 因为它前面就是一个菜市场 那菜市场应该是很忙的 你看就只有车 OK那我现在已经到了 带大家看看我上面工作的区域啊 稍微有点暖没收拾 前面这个是大镜子 看一下 这个镜子就是我给我的客户做化妆的地方 其实在疫情期间呢 对于我们这种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是近距离接触的服务行业 但是由于我们在这行做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们是积累了一定的客户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也是积极的和我们原来的客户进行沟通 如果线上能提供一些指导跟服务的 我们在疫情期间啊 统一都在线上提供 把我们的服务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当然对于烤肉店来说呢 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缺人的问题 还有原材料的上涨 据说他们的原材料上涨幅度平均在20%到30%之间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做生意这样 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很多生意的运营成本 当然我相信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整个抗疫的路上 澳大利亚的华人 整体对于抗疫的支持度 以及对于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 都是要远远高于我所能够接触到的其他群体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 以及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疫情能早点平息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来这边留学的 然后看到他们在过年前后的时候 就从大使馆领到了那个防疫的 非常贴心的一个包裹 真的是来自祖国满满的关爱 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在海外就是特别惦念在国内的父母啊 但是看到国内疫情现在控制这么好 然后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样的话真的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后顾之忧 马上到我的上班时间了 我现在已经在这边准备迎接顾客了 那最后这几分钟呢 还是跟祖国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说几句话 疫情呢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 都是危机 但是鸡从危中来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我们能早点回家 跟我们国内的亲人团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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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